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烟韌又Q彈的红豆糯米糍 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 糯米粉200g,食油2汤匙,牛奶200ml,椰浆200ml,砂糖100g 另外,我们需要炒一些糯米粉作为手粉 也会放在糯米池外面,令它不会黏在一起 那里大概50g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用一个大小碗,将糯米粉和砂糖混合 然后,我们加入椰浆,牛奶和食油 搅拌均匀到没有粉粒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后,我们将粉粒过篩 这样粉粒就会更加滑了 搅拌均匀后,我们将粉粒过篩 接着下来,我们会煮沸水 等水滚后,我们将刚才过篩的粉粒放入煮中 隔水大火蒸大概10分钟 然后用牙签做测试 如果牙签刺了下去,拿出来后 没有粉粒在牙签上,就表示粉粒已经熟 可以用了 而蒸紧粉粒的同时,我们需要炒熟糯米粉 作为待会需要用的手粉 我们用一只锅 白锅小火,炒熟50g的糯米粉 开始炒的时候,粉粒很松软 但是炒一炒之后,它的质地会不同了 而且它开始微黄 这就代表粉粒熟了 我们就可以上碟备用 炒熟了用来做手粉的糯米粉之后 刚才蒸的粉粒也蒸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让它放冰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用金属匙巾 或者用手去搓那些粉粒 搓一会,那些粉粒就会更加烟硬,更加烟弹的了 接着下来,我们就可以包糯米糍了 现在粉粒的黏度仍然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需要戴手套,避免黏着手 然后我们会用保鲜纸包,比较方便 一般的保鲜纸比较薄,一包很容易就穿 我们今次会选用微波炉的保鲜纸 微波炉的保鲜纸 比较坚硬,比较厚,内液度也比较高 我们今次会用佳能的微波炉保鲜纸 可以去到140度 我们首先把保鲜纸平放在桌面 加一些炒熟的糯米粉作为手粉 然后用金属的匙巾 将粉粒一匙巾到保鲜纸上面 将保鲜纸对接,就可以用手 将粉粒很轻易的硬平 制作了薄薄的一块 我们就可以打开保鲜纸 在上面用匙巾、筆一匙 已经预先制作好的红豆、馅 在中间 当然,如果你不想吃红豆的糯米糍 你也可以在里面加其他馅料 例如芒果 你就可以制作到芒果糯米糍 又或者 朱古力酱 就是朱古力糯米糍 然后,我们将外围的粉团 向中间黏合 由于粉粥仍然很黏 黏度很高 它包了之后 就不会漏出里面的馅料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 再加一些手粉在面上 整个糯米糍就不再黏了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加入不同的馅料 去制作不同种类的糯米糍 加巧克力酱也可以 加芒果也可以 因为我们用微波炉保鲜纸 把它压平之后 是可以令到皮很薄 所以就可以制作到皮薄 和多的糯米糍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形状 不一定是一粒 可以是一大块 又或者用朱古力酱 可以卷起来 就像一个瑞士卷 卷起来 里面的纹就会弯形弯形 效果挺有趣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马上看看 如何制作红豆糯米糍 去片 首先把糯米粉放在大碗里 然后慢慢加入糖 加入 加入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入椰浆 牛奶 搅拌均匀 加入椰浆 牛奶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 加入2匙匙食油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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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滚后 需要用中大火 将糯米粉浆 蒸熟 大约10分钟 10分钟后 可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看看还有没有粉浆 如果没有粉浆 就代表粉浆已经熟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将糯米粉炒熟 用来放在糯米池的外围 如果你不想用粉 也可以用椰丝 也是可以的 当粉变得很黄 和质地都会不同 就可以上碟 准备用来做手粉 蒸好后 可以用牙签搅拌均匀 如果有粉黏住 即是代表它未熟 如果没有粉黏住 就代表它是熟透 如果想腌均匀 可以先搅拌均匀 因为它很黏性 很重 所以可以先用池筋 之后用手 搅拌均匀 它会再腌均匀 比刚刚蒸好 就马上包会腌均匀 腌均匀 我们就可以准备包 我们为了不要太黏手 可以戴手套 也可以用保鲜纸 去帮手 保鲜纸 我们今天会用 这个可以用微波炉翻热的保鲜纸 因为这个耐热温度会高些 去到140度 就算你那些皮 糯米浆 比较热 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我们先放少少的粉 在表面 等它没这样切 然后 我们就会 放这个浆 你可以准备定一个 杯 或者一个木棍 待会可以用来搅拌 我们就把它放下来 但是这一块 我们如何搓平它 我们就 为了要减少它的黏 我们就先包住它 好 麻烦你 帮我压平它 前后前后压平它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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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起 这次 当你这样拿起的时候 它就 好 当你这样拿起的时候 它就不会 不停黏着手 好 然后 我们今次是会 放红豆 其实如果你想做 芒果糯米糍 可以放芒果 今天我们是做 红豆糯米糍 这些红豆的馅 我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就可以放 如果你很喜欢吃红豆的话 你可以放多些馅 如果你是一般的 放少一点也可以 放了之后 就要把它 包在一起 对 当然 皮薄馅 但是 其实它这个是有黏性的 如果你喜欢吃厚皮的 吃厚皮的 你便包多一点 厚一点 如果你喜欢吃薄皮的 你便包薄一点 因为它有黏性的 如果你说封口那里有困难 不怕 你再黏多它几下 它就会粘 但是为了避免 一个和第二个会粘 所以我们在底部 你也看到我们 是下了一些 的粉 是刚才炒了 熟了的粉 那我们就做好一个了 那我们做好一个 之后 你看到它周围都已经有粉 就不会黏住 第二个 那我们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在碟上 那我们就继续做第二个了 好 银银 现在就到你帮忙了 这里还有一些粉 麻烦你帮忙 把这个 拿一些 的 漿出来 但是我也是没有 衣服 那麻烦你帮我放进去 现在会帮你 噴它出来 噴了出来 就不要切碎 好 麻烦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像刚才那样 麻烦你 帮忙 搅拌 搅到好像刚才那样 在哪个位置搅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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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前后 麻烦 对 前后前后 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对 不是这样 打平 对 这样 对 好 麻烦 那我们又是了 接下来 下红豆了 茵茵 麻烦你帮忙下红豆 有些小朋友喜欢搅拌的 又可以 或者像我们刚才那样 是把它 黏住了 就可以了 总之 不要漏了 那边边 你可以搅拌多几下 它就会自不然 会黏住 好 那我们通常要用的底部 靠一下 那我们这个就做过面了 好 那我们又继续做了 好了 那我们就下这个的浆 接下来 搅拌 那你可以用一杯 或者用这个木棍 幫手壓壓 因為我們用保鮮紙 所以不會黏手 打開 就可以下餡 如果你想做芒果糯米茄 就下芒果餡 我很喜歡吃紅豆 所以我就下紅豆餡 喜歡吃多一點 你可以做球體 或者你想做扁扁長長的 也可以 形狀就任你喜歡 不要漏出來就可以了 黏住它 接著就做你想要的造型 在造型方面 你也可以做波波造型 如果你想做波波造型 就在中間穿一個洞 然後就把你想要的餡 例如我想做紅豆餡 就放少許紅豆餡 在中間 然後 慢慢把邊緣 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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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剪到輕力 再撈緊 是否很漂亮呢 你想做什麼形狀的糯米糍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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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的 你看 彈一下 1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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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